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好了,大家看到 我平時拍車的這個位置 現在已經沒有了車在這裡 老實說,真心有一點寂寞 但是我們這個寂寞 很快就已經變成了一種喜悅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我的新車 這一部就是我的新車 Toyota FJ Cruiser 沒錯,這一部就是我新買回來的 這個Toyota FJ Cruiser 雖然說新買回來 但是這一部並不是新車 這一部出廠年份是2012年的FJ Cruiser 就是在日本那邊運過來香港 這一部的FJ Cruiser 就是這個3950多cc 你可以當它是4000cc 雖然一年排費要成9000多元 但是駕開大cc的車 要我轉回去那些1000多cc的車 其實是很困難的 所以沒有辦法 都是要駕開一些大駕少少的 這些越野四驅車 我們逐個跟大家介紹 這部車 大家看到它上面是兩門 但是其實 它就不是兩門的 其實它就是 有四門 其實可不可以叫四門呢 這部車 因為這部車 其實它的門 是可以這樣再打開的 只不過是後面這部門 它就是沒有門柄的 而且一定要是前面這部門 打開後面這部門才能打開的 好,那這部車 4000cc 這部門是自動波 自動波 它平時行車的時候 都是這一個後輪驅動 但是有需要的時候 所以可以打開下面的棍 將它轉到這個四驅驅動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可以打開四驅的那支棍 二輪驅動 四驅 然後跑去四驅的低波 N波 整體整部車的內容 就是非常膠的 因為它什麼都是膠的 它包括頭部的位置是膠 然後中間的Panel是膠 然後旁邊的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膠 包括我們下面的腳踩著的位置 全部都是膠 為什麼這部車的設計那麼膠呢 因為這部車是一部越野車 它是方便為了你去 做一些野外活動 譬如說有沙、有泥、會髒的地方 去完之後 可以很簡單回來 就這樣拿一條水喉直接噴進車裡 去到整理乾淨的車 這個是它的原意 所以為什麼呢 它周圍傳媒呢 不是膠就是橡膠 看上去 就完全沒有那種高級的感覺 但是這個是 偏向是功能型、性能型多些 有人想跟大家說 讓我先打開一下車 我想跟大家說的 就是它這個機頭 大家看不看到 是有點反光 它上面寫著這個 神奈川縣橫濱市學建區大黑頭 這個是在日本 他們上車的時候 的碼頭的名字 大家可以看到這部機 它上面的GPS 全部都是日本的 這個很可惜 它上面的導航 我全部用不到 因為它這個是日本那邊的導航 有可能 有必要 我到時會換了機頭 它都不出奇 因為這個用不到 我暫時可以用來聽聽歌 就像剛才這樣說 這個車 全部都很膠 膠膠的 這些也是膠 這個是波棍 波棍 大家可以看到 P波、R波、N波、D4、3、L2 這個是G波棍 什麼什麼特別 後座乘客位 其實都幾闊 我坐在後面給大家看一看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那個後座乘客位有多大 我們看看 如果我們人坐前座 我們的膝蓋和Dashboard 都還有一段距離的時候 我們坐在後座上 究竟後座位 是可以有多闊呢 都勉強可以接受 剛剛好有一個拳頭位 離開椅子 我想如果坐車 一個小時 或者大半小時 都可以接受 如果真的坐兩三個小時 就可能有點不舒適 大人來說 就比較窄一點 空間 但是如果 是小朋友的話 我想應該那個空間 是比較可以接受到 程度是會好一點的 如果裝了托拳 夠直一點 那就更加多位了 不過我們很快 給大家看看 整部車 繞一繞一圈 那部車呢 它原本 我相信這部車在日本的時候 它上一手的車主 應該是有改了很多東西的 因為我看到它有改過東西的行跡 但是它來到香港的時候 應該是說 來香港之前 應該是把大部分的改裝件 全部都拆下來 所以 看下去 就跟原裝的分別 就不是十分之大的 對了 基本上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個 不是原裝的LINK 這一個 不知道什麼 MKW 裝著四條的AT胎 那這個 其實我應該會把它變黑的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有些什麼呢 我會想搞 這部車呢 門柄這些位置 銀色的 側鏡 銀色的 頭泵把 側邊這些位置 銀色的 它銀色這些位置 我全部會把它變成黑色 那它車頂現在呢 它的車就是白色車頂 那我想白色車頂應該可以就不用轉它的 因為 太陽光射下來 白色車頂呢 感覺上好像沒有那麼熱 那車裡面會 那所以這個呢 我未必會轉的 那還有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車尾箱的空間 車尾箱空間 嘩 簡直就是大啦 完全可以放到兩個行李箱 那麼大的空間 然後軟高它說可以放四個行李箱 我想可能有部份的觀眾可能會留意到 在車頭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東西呢 就放了出來呢 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非常之有用的 那但是我也在考慮好不可以拆掉它 因為呢 讓整個車的那個平衡會好些嘛 那但是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彎曲了的鏡 是用來看自己的車頭兩邊的位置 其實是非常好用的 它這個就是呢 可以看到自己的車側邊 和車頭那邊呢 現在距離前面還有多少位 那麼我在一個駕駛的地方看上去呢 其實是看得很清楚一下的 所以這個鏡呢 其實是非常之有用的 其實在市面上 這麼多不同的車款呢 可以選擇 為什麼會零零射射去選擇這一架呢 有幾個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就是 Mai-san呢 其實他是很喜歡這一款車的 當時我們搬進村屋 我們買我們第一架車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有考慮過買FJ Cruiser 但是因為那時候呢 我隔了很多年 我沒有駕駛的車 因為我 雖然我十八歲的時候 考了車牌 但是中間斷斷續續 其實有好幾年都沒有駕駛的 那麼就衛免一開始 就駕駛這麼大架的車 那所以呢 那時候我們駕駛的Gimney 很小的 15cc 13cc 1300-15cc 然後駕駛小車仔 之後呢 就變大一點 就變了一架 Jeep Rubicon 然後呢 那現在OK了 駕駛幾年車 那個信心都大了 駕駛一架呢 那時候有考慮過想買的一架 Maisen喜歡的日本車 那這一架FJ Cruiser 那這架車呢 雖然喜歡還喜歡 但是呢 有些很古怪的地方 就是大家看看車頭 看到有些什麼奇怪呢 正常的車 車頭、玻璃、水撥是兩個的 大家看看這架車 它是有三個水撥的 這個設計是什麼意思呢 三個水撥 因為它呢 因為FJ Cruiser 它這個擋風玻璃呢 實在是太窄和太過長的關係呢 所以它兩個水撥呢 撥不完 所以最終它們得出的結論就是 三個水撥 特別 有型 懂得撥水 一定是用三個水撥 哈哈 打開頭錦給大家看看 其實呢 我自己對於車就不是很熟悉 讓大家看到頭錦呢 我也解釋不了些什麼 那大家也給大家看看 那這架車呢 在日本來到香港 裡面一定是整個乾淨靚仔的 純粹叫我給大家看看 那我自己就不是很熟悉車的 那些機件那些東西的 那所以呢 就算跟大家講完之後呢 那我也解釋不了些什麼 那我給大家看看 是咯 那我來 扣好這個東西先 好 那這架車呢 一走走的時候呢 有少少問題呢 那其實我在拿車的時候 或者試車的時候呢 已經發現了的 就是呢 大家看到它這架車呢 後面這個柱 這個位置 是多麼大 大家看到嗎 那這一個位置 有什麼問題呢 行車的時候呢 就是呢 這架車的盲點呢 其實都幾大 大家都知道呢 駕車呢 是有盲點的 即是一些呢 你看側鏡呢 看不到的地方 那些位呢 必定是要回頭去看 那但是這架車回頭看的時候呢 因為它後面那條柱 很大的關係呢 我可以給大家感受一下呢 在一個駕駛的位置 怎麼搶車呢 是不是呢 當你看側鏡 看完 有盲點 看不到 要另頭看的時候 大家看到嗎 另頭的時候那個空間呢 可以看外面的空間 是多麼小的 因為首先它旁邊的玻璃 後面的這個後玻璃呢 很小 然後那條柱呢 是老年那麼粗 那所以呢 看盲點在這架車呢 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我在拿車之後呢 或者試車的時候呢 我打燈剪線呢 我經常是看完側鏡之後 我看這邊 什麼都看不到 之後我是烏來烏去 在那裡看看 究竟我旁邊有沒有車啊 究竟我旁邊有沒有車啊 所以這個是有少許辛苦的 我想呢 是需要一段時間呢 去到習慣才行 這架車呢 還有另外的地方呢 是比較上是有點古怪的 其中一樣就是呢 在這個乘客位的這裡 這個呢 正常應該會是一個 的 桂桶 但是這裡呢 大家聽聲呢 它裡面這裡應該是真空的 應該是沒有東西在裡面的 但是這個位是打不開的 它那個的櫃桶呢 就是在下面這裡 在這裡 它這個位置是打不開的 但是大家看到 它這個櫃桶呢 它收呢 又不是收到這裡裡面的 那這裡裡面究竟是什麼呢 我又很想知道 那它這個在設計上面呢 是有少許 不知道怎樣的 這個位置 是有點古怪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呢 新買回來的這個 Toyota FJ Cruiser 那雖然是這個二手車 那從日本運過來的 在香港呢 就是首次登記啊 那但是在日本呢 就已經走了很多年了 2012年的車 那剛才我都沒有說到 就是為什麼我不買房車 去買四驅月夜車 因為四驅月夜車呢 實在好玩很多 有很多東西可以加加減減 那房車 特別好像我早幾天 那我去試駕Tesla的時候 Tesla就 買回來 頂多都是換顏色的 沒有其他東西玩的 那但是呢 越野車呢 就多很多東西可以玩 那也都可以拿去爬山 如果有得爬的話 不過可惜呢 平時我經常會駕越野車 去到爬山的位呢 那個恐龍坑呢 就已經被那個新屋嶺 那邊的警察設施呢 就已經剷平了整個山 就變了別樣東西了 那那裡沒得玩了 那可能如果要玩呢 可能要駕到樓浮山那邊 我不敢再說我會駕多久了 說不定一年兩年三年之後 又換下一輛車都不出奇 那我都不敢再說了 那但是呢 現在這一刻 我非常非常之喜歡 關不了啊 那今天這條影片呢 我們先到處理止 那如果大家對這輛車有什麼意見的話 那記得在下面來講 那我們下條影片 再跟大家見面 那希望下條影片 不是再講車 因為我這個不是車的頻道 那希望可以 拍回多些其他平時拍開的日常vlog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再見 我們下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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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